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了 快快快 快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鬼容了 别闹 没鬼容啊 可是我的脸上疼 我的脚也疼 心也疼 坐下好像被什么扎倒了 好好好 可别疼 快坐下 好疼啊 好疼啊 来 你干嘛 真的插破了 怎么办啊 等一下啊 等一下 疼 疼死了 疼 轻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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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点没 还疼 还疼的话 就去医院处理吧 我怎么去医院啊 我带你去 喂 人家脚都伤成这样了 你也不服人家一把呀 走 你等等 我得先挑个包才能出来 走了 疼啊 疼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去医院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去医院啊 不是吧你 不就一脚油门的事吗 不用这么环保吧 而且 我都受伤了 你好意思这么小气嘛 医院就在社区内 五公里内我从来不开车 可 可我不会骑自行车呀 所以我带你去啊 去还是不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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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上车啊 啊 啊 坐完了 啊 啊 好烟啊 抓好啊 别乱动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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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那么帅啊 别动 如果开车我就不动了呀 这样节能还还保啊 节能 节什么能啊 我的皮肤很薄 特别怕晒 这晒黑了得多久才能白回来啊 我真是 晒一晒 皮肤看起来更健康啊 嗯 你在干嘛 哎呀等一下太阳嘛 怎么 一个大男人还怕被晒啊 哎 小时候 我爸爸也这样骑车载过我 那个时候 他还没那么忙 他说 等我再长高一点 他就教我骑车 后来 他就越来越忙了 哎 哎 怎么还没到啊 就在前面走呗 大夫 先进 怎么了这事儿 大夫 我被凶针扎到脚了 都出血了 你看看是不是特别严重 还有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是骑自行车来的 伤口有吹到风 这会不会得破伤风啊 有点常识好不好 破伤风和风完全没有关系 啊 忍着带 你是大夫吗 我跟你说话了吗 哦 还有啊大夫 我不确定那个胸针 是什么材质的 可能是铁的 哦 也可能是银的 还有可能是合筋 哦 也有可能是脖筋的 所以这个对治疗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我要不要去打个针啊 什么的啊 你只是扎到了表皮 伤口不深 我已经给你做了消毒处理 回去注意点儿 不要沾水 好了 啊 这又完事儿了 哦大夫 我看那个伤口蛮大的 会不会留疤啊 我是不是需要缝个针啊 什么的啊 这是处方单 消毒处理二十元 去用云闪副支付吧 嗯 大夫 你也不用给我开个药 什么的吗 你的脚伤并不严重 而且我看你来之前 也做了简单的处理 大夫 那要不你把你刚才 涂的内药给我几瓶吧 你真有心 就去看看脑科吧 我有跟你说话吗 你怎么老打叉呀 大夫 我真的不用打这吗 你确定吗 好好照顾他吧 嗯 谢谢大夫 走吧 走了走了 大夫都说没事了 大夫 那我有什么情况 再来找你啊 好 带好东西啊 慢点 疼 好疼 怎么还是没有工作消息啊 走 让你今天收拾屋子 你倒好 弄得更糟 我不是受伤了吗 受伤了不早点休息 还在这上午 我在找工作呀 希望你找到好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发了很多简历 就是没消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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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求职技巧 求职有很多种方式 因为你没有工作经验 可以尝试公司直接应职 要懂得说话技巧 不然很难找到工作的 很多人认为电商是大趋势 您是怎样的看法呢 哎 其实面对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吗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您认为网络购物 对实体电的冲击大吗 电商是大趋势 实体电要迎来关电潮 如此霸气直接的宣言 是不是可以被解读为 电商与百货业大战凶器的信号 大家都在骂你情商低自大狂 竟能够都被扒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 说话的技巧啊 你干嘛呀 我还用呢 给我 现在是我的 哼 我还用不到 我做什么 就傾了 你 我还用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